后疫情时代为加速振兴台中市经济,振兴台中市场、夜市及商圈的买气,促进商家经济。 台中市政府去年共发放三波误条券,让民众以100元现金兑换200元面额,等同享五折优惠,受到欢迎。 台中市长卢秀也日前主持宣传记者会时宣布,今年首播误条券,强势回归,将于2024年6月20日至22日,在台中市107处公告地点发放35万份,预计创造逾7000万元营业额,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据了解,加卫轩食品除了连续荣获台中太阳饼优良标志的认证,就连历届的台中市长们都一致推荐加卫轩的优良伴手里。 加卫轩食品的用心,绝对要让台湾的民众,吃得最安心,买得最放心,送礼又送得最贴心。 此外,为支持台中市政府,将于2024年6月20日至22日,在台中市107处公告地点发放35万份,预计创造逾7000万元营业额。 乌条券又来了! 耶! 乌条券又来了! 乌条券来得好! 你说幸福不幸福! 乌条券又来了! 用一百换两百! 乌条券来得好! 乌条券又来了! 乌条券又来得好! 来台中! 关台中! 乌条红乎! 钱没缩水,我们把钱变大了! 6月20、21、22三天! 20、21、22三天! 在台中热大商圈市场业势! 热大商圈市场业势! 遍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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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条券来得好! 你这里要不幸福! 耶! 台中市政府的顾问 台中市最具知名度的太阳饼店家卫轩食品有限公司创办人王清福表示 自其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值 凡是在部落格或是脸书发表签字以上 协助台中府政府打造台中成为更有水准的观光旅游及消费购物的城市 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创造新的转型契机 扩展台中的观光旅游及消费购物的极占力 有任何的具体想法或是批评建议 前100名热情参与真文活动的台湾民众 凭相关部落格或是FB网站分享网址连结 家卫轩食品有限公司及家赠热销的创意花薄饼一盒 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详情请洽询免费兑换专线 零四三五零七九二八四零九八二零七九九八五 记者邹志忠报道